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点击画面上左边有两个连结 那个是前面两堂课的部分 Facebook广告投放时最重要你要focus的什么事情 我们在前面两堂课已经讲过了 这边就不重复 这也是我录制视频的目的 就是不希望一直重复再讲 你可以回去 你可以看期完整的收看我们的课程 你就可以学到该怎么去投放Facebook广告 OK 那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过说 我们希望我们广告的受众族群是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一个部分是我们利用 我们利用like的部分来去 把我们的受众族群调整到最精准的部分 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 我们可以比较适当的 把受众族群缩减到最小 那为什么呢 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各位问 为什么你要挑选适当的受众族群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根据那个 Ensinerson 尼尔森在那个有经过 根据Facebook广告 有经过一个简单的统计 那一般来说 Facebook广告具有三种特质 Facebook广告 那个三种特质 第一种是一般的 最一般的那个Facebook广告 那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那个一般的广告 第二种则是所谓 具有社群讯息的广告 什么叫社群讯息 社群讯息还记得我们在前一堂课 有说过 某某人按过赞 某某人正在玩这个游戏 某某人曾经 整被参加这个活动 这就是所谓的社群讯息 那有Facebook广告 可以带有社群讯息吗 有 还记得我们在投放 Facebook广告的时候 其实画面 在我们的广告下方有个赞鸟 那只要使用者有点过那个赞鸟 他的朋友有看到 他会显示说 你的某某朋友 已经赞过这个粉丝专业 这就是所谓社群讯息的部分 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了 我们的第一个心法 所谓的利用Paymedia的部分 来去争取EARmedia的曝光 有没有 那我们利用广告 这个Paymedia 去争取什么 使用者会按过赞 这个EARmedia的曝光 这里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 还记得我跟各位提过 千万记住 不要直接用外部网站的这个广告 因为外部网站这个广告 不会具有社群讯息 所以说我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 尽量是要以粉丝专业的广告来做投放 但是一般粉丝 一般我真的想投放外传广告怎么办呢 后面的课程会来提到 那Facebook第三个具有的特质 是所谓的具有动态消息的特质 动态讯息特质 动态讯息是什么 是不是说过粉丝专业的po文状况 那是所谓的 或是打卡这个状况 这是所谓的动态讯息的部分 那EARmedia就根据这三种不同的广告 来根据做了一个统计 我们看到画面上 我们在PowerPoint上面可以看得到说 浅蓝色的是一般的Facebook广告 那个天空蓝的 大概是那个社群讯息的广告 那蓝绿色的呢 这是具动态消息广告 我们看到 如果对于广告印象 使用者对于这广告印象 以这三者都评比的话 你会看到 具动态讯息的Facebook广告 远高于 具社群讯息和一般Facebook广告 而社群讯息也比一般的Facebook广告 还要来得好 所以说你看看 具有动态消息的Facebook广告 就是我们最想要去弄的目标嘛 对不对 因为它印象可以给使用者最深 还记得了 如果你听过小黑的其他课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现在的消费者行为模式 我们通常称之为叫AISAS Action 更正 Attention Attention 更正 Attent Interest Share Action to share 好 你要先吸引使用者的注意之后 再引起他的兴趣 所以广告最大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要先引起他的 什么 注意嘛 对不对 所以说印象很重要 所以说投放动态讯息 Facebook广告 可能是我们要投放的主要目标 那协助扩散呢 那个就是 你真的使用者真的按了赞 或是帮你按下广告这部分的话 一般的Facebook广告 或是那个 你会看到 那个比例真的还是低到不行 那真的 至少扩散 协助扩散 社群信息 和兜胎消息 至少是那个 一般Facebook广告的好几倍 那真的最后产生购买的兴趣的话 社群信息和动态消息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也 至少是Facebook广告的好几倍 所以说 我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 我们要以具有社群讯息 或是动态讯息的Facebook广告 作为我们广告投放的目标 OK 那我们看一下 刚刚就讲 讲了这三个 可能各位印象里模糊 我们来看个实际的例子 在画面中间呢 你会看到说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三种 所谓的Facebook广告 最左边的 那这是一家餐厅的广告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投放到他的那个无名小站 然后Rage的部分的话 你会看到 我们看这三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哪个地方呢 你会看到说 这是一般的Facebook广告 跟 具有社群讯息的广告 有没有这边有个赞 看到我小黑我来这边 有觉得这个很赞 具有动态讯息的广告 这个餐厅老板 说上工了 这就是什么 是不是那个粉丝专业发过的讯息 所以说你看这三者比较差在哪里 一般的广告 既没有赞钮可以按 也没有粉丝专业的更新的状况 可以看 而且这三个广告投放的 那个费用其实差不多了 但是 但是你会看到平均的点击率 一般的广告 这个做了不错了 基本上还有0.072% 可是你会看到 具有社群讯息的广告呢 近年高达 0.151%左右 而至于有动态讯息广告 平均的点击率 就高达了0.265% 那你看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各位 你要投放广告的时候 你就竟要投放哪一种广告 我想答案应该很明显 但是 那个点击率高 那点击率高有什么目的呢 当然有它起到的目的 但是我们的 Facebook广告投放的第二新法 就是要告诉各位 利用社群讯息 以及动态消息 来增加我们的点击率 CTR就是点击率 再重复一次 利用社群讯息 以及动态消息 来增加我们广告点击率 所以我才跟各位说 不要再投 一般的Facebook广告了 但是 为什么我们要增加点击率呢 当然其次有原因的 因为Facebook广告 基本上它是依据点击而去 计费的 但是每次的点击其实不等价 它会可能有越来越便宜的状况 它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我们来看 这个是我们刚前面 那个社群讯息广告的 那个 那个一个范例 不过这个 这个是目前 这个是之前旧版的 那个Facebook表单 现在可能不是这样子 可是这 这边呢 我才能跟各位解释 到底影响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 画面中 最上方的这两个 你会发现到说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那个比例来说 浏览次数可能有点差异 社交在过去可能叫社交曝光率 以及点击次数 点击率 极克力和粉丝吸纳力 以及点击成本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部分 你会发现说 平均点击成本 一个大概0.07 一个大概在0.1 你会发现哪个比较高 当然自然而然 这个会比较高一点 那你会发现说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 为什么 它的点击率 其实严格来说 并没有 它的点击率明明 你会发现 明明点击点阅率 它 那个第二天的点阅率 明明高过于第一天的点阅率 但是 你会发现 它的点击成本比较高 为什么 正是因为 CPC决定的因素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它有另外一个道理 因为当我们投放 所谓的具有社群广告的时候 社群讯息的广告的时候 它会取决于说 你的极克力 什么叫极克力 是不是粉丝们 这个广告 非粉丝的使用者 点击进来之后 它会不会成为这个粉丝 就是取决于 所谓的粉丝吸纳率 也就是所谓的极克力的部分 你会发现 在第一条这个广告 它的极克力是 是第二个的两倍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那个点击成本 自然而然 第一个会比第二个还要低 所以说 CPC决定的因素 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极克力的部分 你一个广告 有没有 要诱使使用者去按赞 使用者会不会因为 成为你这个广告 而去那个 而去成为你的粉丝 其实这也是Facebook 必须很重要的事情 他不希望 他的广告是被随便乱投的 所以说他自然希望说 你投的这个广告 他是必须要达到 有所谓的极克的效果 所以说你看 我们在文案里面就有提 就写到 一直不断重复的 要求使用者去按赞扭 你不用花钱 按下面赞扭 按赞扭就可以 我们鼓励使用者去按赞 所以说自然而来 他在广告投放的 费用来说就会比较低 这是第一个决定的因素 极克力的部分 不过在新版的那个粉丝专业 新版的广告系统里面 比较难看 比较没有看到 所谓的粉丝吸纳率的部分 我们只能看到极克力的部分 各位如果有投放广告的话 可以去稍微比较一下 是不是 如果你当你的极克力 比较高的时候 就算他的点阅率比较低 他还是可以达到 比较低的点击层 平均成本 那除了极克力之外呢 还有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我们看到这两行 我们看到 这两条的极克力 粉丝吸纳率比例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他的点击成本 你会看到一个0.08 一个0.07 为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当你的点阅率高的时候 当粉丝吸纳率的比例 差不多的话 他会取决于所谓的点阅率 你的点阅率越高 你的成本就会越低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再看到 直接看到 一个0.111% 一个0.087% 所以说一个广告 平均点击成本是0.07 一个是0.08的部分 所以说 第三个新法 我们Facebook广告 第三个新法就是 我们必须提升 我们的点阅率 以及极克力 极克力就是我们希望 越多粉丝 透过这个广告 来帮我们按赞 这个部分的话 这其实就是 可以降低 我们CPC的费用 OK 那今天我们又讲了 两个主要的新法 还记得我们再复习一次 那第一个新法呢 也就是说 我们第二个 第一个新法就是 我们必须在投广告的时候 不要投一般的 Facebook广告 而是要去投 所谓的 需要社群信息广告 以动态讯息广告 让他去增加我们的点击率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目的就是为了 当我们提升点击率之后 以及我们用在文案的部分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去增加 去增加极克力的话 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广告费用 所以说 一个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两个新法 就是这两点 我们来做一个小节 包含昨天 包含我们那个前面的课程的部分 第一个新法的部分 第一个新法 重点是 广告要能够带出社群信息 以及动态消息部分 第二提升点击率 增加极克力 降低我们的CPC的费用 达到以上两点 便能有效的利用 Paymedia带出Earnmedia的过程 OK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之后 我们再来继续提到 关于 怎样让一般的网页 也成为粉丝专业的投放 OK 谢谢各位